詞 曲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歡迎節目主持人 招备飞鸡 You better watch out You better not cry You better not pout I'm telling you why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Hey 小朋友 你不要跑 聖誕老人清晨來了 帶來禮物 帶來歡笑 He sings you when you're sleeping He knows when you're awake 要帶來禮物 一大包 帶來禮物 一大包 You better watch out You better not cry You better not pout I'm telling you why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禮物給小朋友 看誰是乖寶寶 禮物給他一大包 給他一大包 You better not cry You better not cry You better not pout I'm telling you why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歡迎收看龍兄虎虎虎 謝謝 歡迎光臨 謝謝我們董燕武器 謝謝 今天大家都是 你看這現場 大家戴的帽子 你看 他們是戴帽子 觀眾 我一直以為他把剛剛那個 職棒的那個敲筒頂 頂在頭上 現場又有張燈結彩 雪花片片 雪花片片 加上我們董燕武器 大禮服紅色的這個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聖誕節到了 這一週以來 你看這到處街上 每一家這個百貨也好 這個書包攤上的 各種卡片的問題 可以說是大發力士 聖誕節我們這個 中國人比較不講究的 但是在國外 這個聖誕節 也就是過年新年的前夕 那他們是真是大肆慶祝 到處在開party 所以我們也特別選了這首歌 聖誕老人來了 來 音樂請 您剛剛唱的時候 你剛才唱的是 我那個 我是高級的 你唱得比較爽 奇怪 他打包 你有吉他他打包 吉他他打包 歌詞 重複 你怎麼會這樣子 穿插在我這西洋歌曲裡面 不是 我在講 你兩者拿出來 因為英文歌詞 突然叫我的背 我哪裡有辦法 但是國語的我還記得滿清楚 是… 一打包 怎麼是上柳子 那麼又講到重點 聖誕節呢 大家也想說 這個始終找不到一個 好像說一個規範 或者典範 到底怎麼樣去度過聖誕節 對我們中國人來說比較適合 好… 你說看你聖誕節是怎麼過 如果我聖誕節 他那張燈節才 有幾位好朋友 表示您這個人也滿進步的 是… 聖誕節才之後 找一些好朋友 好好的來上個幾圈 聖誕節帕馬修 這… 那您覺得您該怎麼過 我們就不一樣 我們還是會一大堆親朋好友 然後想辦法找音樂 音樂 大家跳舞熟睡到12點 熟睡 而且這跳舞 大家這個家庭舞會 12點以後 翹兩度帕馬修 你們直接上桌就打牌了 都沒意思 也是一樣 我相信大家都有一個 非常好的計畫了 今天在這邊要祝福各位 聖誕節快樂 聖誕節快樂 我想最好的娛樂呢 還莫過於是看我們龍胸虎弟 對不對 謝謝 接下來要介紹我們今天很多歌手 他們都是聖誕服裝的打扮 犧牲很大 很有看頭 第一隊介紹的是陳俊生 左安安 歡迎他們 歡迎他們 他不會講 那太陽出來 他就聖好融化掉 好 接下來介紹 斯文斌 徐世貞 哎呦 帥哥看素素來了 雪起天晴浪 辣妹處處的香 激烈把槍火 平愛香鈴鐺 香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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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花在這冰中央 白了鼠身晴雲 公路好習慣 請進來介紹 黃書劇 天使 雪花隨風飄 花路在奔跑 花路在奔跑 聖誕老公公 駕著美麗雪場 經過了遠野 渡過了小場 跟著和民歡喜歌聲 別人丁來當 叮叮叹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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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鼾聲多響亮 他給我們帶來幸福大家喜涨漾 这才是你阿民 黄鱼 非常好聽的一首夕陽歌曲 這樣子就對了 終於上對了 真的是能把這個氣氛 把我們聖誕節的這個節目 帶到了最高潮 尤其黃玲玲這套服裝你看看 對 好看喔 整個都是用聖誕紅 來這個編織在身上 這個花了多少時間 來處理這套服裝 這個大概要差不多半年的時間 從半年前就要開始 因為這個花培養很慢嘛 是… 總共差不多有兩百多朵 黃玲玲不但是能編曲 而且還能編池 這個東西要那麼半年啊 很漂亮 不錯… 接下來是這個佐安安這套服裝 雪人的裝 用棉花 然後這是我自己做的 用毛衣的布料 還做鞋子這樣子 跟製作單位一起合作的 因為不是製作單位幫我做的 然後這些小東西是我自己配的 這樣子喔 對 黏在鞋子上 這就厲害了 不錯 那這一套就更有意思了 對啊 我當一隻迷路 還有尾巴 怪怪 我還很可愛 我還有腳 我快要掉了 還有陸腳 真的不容易 快要掉了 那邊 這邊還有兩個人 這有點佔地方 這真的是一套了 你看身上還就雪 我們從冰庫裡出來的 這套服裝 那先請我們徐世辰講一下 這是聖誕樹 聖誕節一定要有聖誕樹 這樣 我這個聖誕節 有意思 而且還挑空了 你這就 這一看都花了心血了 真的坐好久喔 拐杖堂 會不會很重啊 會啊 而且這個穿上之後 也不能坐下來 也不能去洗手間 就要一直穿著 當然 樹怎麼會坐下來呢 講到聖誕節 要請大家發表一點意見 對不對 大家來回想一下 我們過去 這個最難忘的一個聖誕夜 是怎麼樣度過的 我們從陳俊生仙所說的看吧 以前在國外住過一段時間 那在國外的習慣 事實上他們小孩子 有個習慣就是 聖誕節啊 他們除了布置他們聖誕樹之外 他們每年都會種聖誕樹 對 然後每年種的聖誕樹 它隔年之後就長大 然後再把那個種好的聖誕樹 再裝飾得很漂亮 這個很有意義啦 對不對 像我們都去買聖誕樹 聖誕樹到底是 是什麼樣的樹 有人能說得出來嗎 松樹的喔 松樹 是嗎 Pine Tree P-I-N-E Tree 這不是開玩笑 那麼這個接下來 又講我們這個左安安 您這個最難忘的聖誕夜 有沒有這個經驗 有 就是第一年到新加坡時候 沒有同學沒有朋友 陪我過聖誕夜 我就拉著媽媽出去玩 去吃披薩 結果才一個鐘頭 回到家裡面東西都被偷了 對 結果第二天 聽說是一個打扮成聖誕老人的人 我們都沒有看到那個人 結果第二天報紙還寫說 某某的路在新加坡 就是平安夜不平安 黃書俊呢 來跟我們說說看 有沒有什麼難忘的聖誕節 聖誕夜 其實我聖誕夜都非常的正常 都很早睡 是… 因為第二天是行線紀念 怎麼樣才算正常 請問一下 對… 要講給我們聽一下 以前學生實在都沒有過 任何聖誕夜 你不做派對什麼東西 沒有 那時候都只有念書 好學生 在我們鄉下 鄉下 鄉下嘛 都不知道有聖誕節這回事 那是到了台北之後 我現在住在台北之後 是… 前年開始就自己真的買了一顆 Pine Tree 是… 自己去裝飾它 真的裝飾它 那是前年第一次 自己有一個自己的聖誕書 裝完以後 一個人好好聽音樂睡覺 對 你們大家相信嗎 不相信 對 雅民都不相信 他一直搖頭了 怎麼可能呢 他完全就不正常 雅耐反而不正常 對啊 所有的聖誕夜 都在外面玩或是派對 或是他要睡覺 對啊 因為他叫正常嗎 而且睡覺還一個人睡覺 那你裝聖誕樹幹什麼 都抱著聖誕樹睡覺 裝聖誕樹其實就是 一定是要請一個女朋友來 什麼浪漫的感覺 不要說 你看 這是我裝 他可能那一段沒講 有沒有 最重要的省略 那個爆皮的那個 媽媽在看電視 是… 其實你可以轉嘛 裝好聖誕樹以後 就要請到一位很漂亮的 大方的女孩子 我們深夜把門關起來 然後就在燭光之下 兩個人在撿紅點 那不就解決了嗎 是…這個人是不是 黃玉琳呢 我聖誕節的時候 我記得有一年很特別 是去陽明山上報家音 他這個行為啊 可以說是比黃書進還無聊 不是 人家大家又要過聖誕 跑人家家裡面去唱 人家結果信佛教 就叩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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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什麼 我真的有碰到一個 不要跟我講雅蘇啦 真的 真的有碰到一個 對不對 我包上出來就把我們趕走 可是真的有人發給我們糖果啊 因為陽明山有很多外國人做的 對… 然後他們就拿糖果給我們吃 這個聖誕節 您有什麼難忘的回憶啊 這聖誕節 看到現在的年輕人 就想到我們當初了 當年我們都沒有 那個聖誕節就是要開派對 是啊 是啊 但是舞進沒有開啊 舞進沒開 現在也沒有那麼多disco的 那時候他講舞進 就是不准跳舞 不准跳舞 但是我們一定要跳舞 因為我們叛逆嘛 對… 是… 那時候我們年輕嘛 你不講我都忘記 你還有叛逆的時代 對… 那我最難忘的那一次 就是我們開派對 警察來抓我們 警察來抓我們 這…這一生啊 第一次被警察追 唉… 真是過癮了 過癮啊 覺得過癮 因為跑給人家追是不快樂的 天心也聊聊 你這個聖誕節 其實前幾年的聖誕節 沒有什麼很普通啊 然後每天就是回家 媽媽要我早點回家啊 不能出去玩 可是今年的聖誕節 其實很不一樣 不一樣啦 因為我發現我個人的寫真集 在高雄跟我所有的 高雄個民們一起度過 接下來要談談施文斌 有沒有什麼難忘的這個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小時候 那時候念小學的時候很調皮 那每年聖誕節呢 那個教會裡面一定會辦一些這個 主日學啊 或者是一些望彌撒之類的 那一定會有神父啊 是 在禱告 然後禱告完了以後 要喊一個阿門 阿門完了以後 就發那個餅乾糖果 然後呢 小朋友都很喜歡去 那個時候我不知道 什麼是基督教 天主教 佛教 都不懂小嘛 對 就去參加那個聖會 然後就開始 我們就坐在那邊 雙手握起來開始禱告 然後聽神父講 感謝主給我們什麼什麼什麼 講完了 阿門 然後所有的 在場的人都要一起喊阿門 結果我喊 接下來是徐世貞 我也是跟黃書俊一樣 大概從小到大都是過行線紀念日 是…過行線紀念日 所以一直到去年 我才真正看到聖誕樹 就是聖誕樹是怎麼樣從 從一顆光圖圖的樹 變成可以這樣 裝上很多東西 像一個聖誕樹 就是在我們這個 我們有一個音樂人交流協會 我們會長是殷正陽 在陽明山上的家 他就去市里買了一顆這個聖誕樹 我們一大堆人就跑他家去 裝那個聖誕樹 然後到聖誕夜的時候 因為他家真的有一個壁爐 給你生火 就生起火來 然後就圍在那個聖誕樹下 大概二十個人 大家交換禮物 聽說您拿了一個 就是您送的禮物是一個那個 就是好像這個衛生紙 擦臉的那個 對 就是任杰琳 他做了一個那個衛生紙的盒子 盒子 而且是我抽到的 我也是做那個 在這種場合上接到禮物 就有一點就很納悶 是要當場打開來呢 還是說帶回家再打開 這是禮貌上應該怎麼做 禮貌上 不是當場把人家包裝的 黃淑俊說說看 撕得亂七八糟 人家拿一個禮物給你 是當場拆開來對 還是說回家才拆 我覺得我們中國人 比較傾向是說禮物帶回家 對 我們偷的時間 可是我覺得國外傳進來 他們這個習俗應該是 當場互相交換 互相打開 而且要用你最美好的 笑容 還有你的言辭去稱讚這個禮物 即使是一個衛生盒 你也要講說 哇 多精美 這個放著衛生紙 上大號都特別順利 對不對 人家講得非常的 你怎麼沒有找一點教我 對… 人家講得很好 讓對方覺得 他送你這個禮物 你很開心 中國人是擺善笑為先 都會在聖誕夜帶父母親 出去好好的吃一餐 對… 吃飯的時候要慎選地點 景觀要很美的 對… 最好旁邊還有什麼遊樂設施 保齡球 這我是沒請 好 修行下去 是我們的龍兄虎提 恭喜 你好… 很喜歡 這一句他可能要唱八次 外國人聽說 不吃腿不吃翅膀 有這回事嗎 我也有吃腿 因為你是中國人嘛 對… 早上 从日出 当日 山岑屋